好莱坞电影有一个相当经典的画面 主角在最后关头从一辆即将爆炸的机车里面爬了出来 然后狂奔逃命 在最后一瞬间离开了爆炸伤害的范围 但是却在巨大气浪的推动下往前飞了出去 当然肯定是不会受伤的 不过在不关心这个 我关心的是爆炸把它推出去的这个过程 你说能用同样的方法来推动火箭吗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看似奇葩 但却实际存在 诶 准确讲应该是存在过的火箭推进方式 首先咱们得要知道常见的火箭推进方式是怎样的 就拿目前我国推力最大的唐征5号运载火箭来举例 在它的第一级的舰体丝中 捆绑着四枚装着液氧和煤油作为燃料的助推火箭 而它的第一级和第二级舰体本身装着的是液氧和液氢 作为燃料的火箭发动机 当火箭点燃 这些液体燃料会猛的往下喷射 在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重力的中下就往上加速飞了出去 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 就是这些燃料的体积和质量其实挺大的 尽管火箭自己已经做的够大了 但是带上天的燃料还是十分有限 顶多烧个几分钟就烧完了 虽然已经能够把火箭加速到每秒10来公里的速度 使它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 但是想要继续再加速已经不可能了 于是在我们想要到一些稍微远一点地方去的话 比方说最近的邻居火星都要慢悠悠的飞上9个月的时间 要是火箭能够一直拥有推力一直再加速的话 岂不能把星际间旅行的速度加快很多吗 既然只是携带的燃料受到了限制 那能不能在燃料上下点功夫呢 有什么样的燃料能够持续的烧上很久呢 你一定已经想到了吧 那就必须是核燃料了 对啊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了 核动力火箭 而且根据作用方式的不同 还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种说出来就像是开玩笑一样 把自己给炸出去的 另一种稍微正常一些也是喷出去的 那么我们下面就详细的来讲一讲 先说第一种 炮扎推进式 抱歉抱歉 这个真的是有点太无厘头了 怎么说都怎么像是在闹着玩一样 但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 这可是一个被非常严肃对待的想法 并且还垂升出了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 猎户座计划 旨在利用核爆炸的力量 将一些极端的载荷送入到地球轨道 甚至是更远的地方 嗯 它其实是有一个相当严肃的称呼的 核能脉冲推进 最开始由著名核物理学家斯坦尼斯拉夫 乌兰在计算后提了出来 他最初的想法是在火箭发动机的燃烧室里面 引爆一枚小核弹 然后利用水作为推进器来推动火箭 不过很快 他就将这个想法升级成了一个更好的模型 即在火箭的外部投放核弹 并引爆来推动火箭 它是这么工作的 火箭尾部会以每秒2-4枚的速度 向后投放小型核弹 这些小型核弹 每一枚大约有5000吨的TNT挡量 在它们爆炸之后 会将大部分的能量以冲击波的形式 输入到火箭尾部的一个挡板上 并推动火箭前进 就在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爆炸的冲击力量之下 火箭就能以脉冲的形式 不断往宇宙升速进发了 这个想法在今天看起来 是怎么看怎么不靠谱 但是在二战刚刚结束那阵子 人们对于和平利用核能 正处在最疯狂的那段时间里面 所有人都觉得 诶 这个点子 妙极了 其中就包括那位著名的英国物理学家 弗里曼·戴森 提出了戴森球的那位戴森 于是政府很快就拨出了数百万美元 要求这帮科学家把这个奇妙的想法 发展成为一个可以实际工作的模型 很快一个直径一米长得像颗子弹 装着常规炸药的模型 便制造出来了 在实验当中 它居然真的能够骑着一连串的爆炸 在空中稳定的飞出一段距离 根据计算 这种情况到了真实比例的 猎户座飞船上 也会是极其相似的 能够提供出2-4G的加速度 可以同常规的化学火箭相媲美 而且这种脉冲推进的方式 反而还可以为航天器的设计 带来一些原本没有的优势 因为它可以做大 做得很大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把航天器做大做重了 才能更有效的吸收爆炸 产生的冲击波 于是这就跟阿波罗飞船 和土星5号的建造思路 完全不一样了 前者是要讲究怎么轻怎么好 用的都是一些轻质的复合材料 而猎户座 这可以直接用上最普通的钢材 在最普通的工舱里面 用最普通的流程制造出来 实际上 照他跟照收核潜艇 没有什么两样 两者都是能够支持船员 进行一次长时间的旅行而已 并承受一定的压力 显然 太空中所承受的压力 远不如深海当中承受的多 弗里曼代升 通过计算表明 载人的猎户座飞船 可以吸收每秒大约10米的加速度 所以想要进入地球轨道的话 只需要携带大约1000枚小型的核弹 就可以了 而想要进行星际旅行的话 那就多带点核弹 不就好了吗 一直炸一直加速 想要加速就一直炸呗 很理想吧 不过发射这样的火箭 场面想必也很炸裂吧 一枚火箭伴随着蘑菇云 一起缓缓的上升 我怎么都想不到这是在探索宇宙 反而是觉得在毁灭地球 大量的核辐射怎么解决 万一发射的过程中 火箭肚子里面的数千枚核弹一起爆炸了 怎么办 这些在冷战时期不太受重视的问题 随着冷战的结束 被逐渐搬上了台面 公众的情绪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曾经被吹捧的 能够替代土星5号将人类送上月球的 猎户座计划也就永远被叫停了 化学火箭虽然效率很低 但是毕竟安全 所以迄今为止 还是我们离开地球的唯一选择 说到这 有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难道利用核能就没有稍微温和一点的方法吗 除了炸它就不能有别的办法吗 你还真别说 有的 也是美国人在上个世纪60年代搞过的 就叫做核推进计划 目的也是想要用更快的速度实现星际旅行 它是这么来工作的 利用核反应堆产生的高温来加热氢气 然后这些高温氢气会从火箭尾部的喷口 以极高的速度喷出 为火箭提供推力 并且这样的推进效率会是化学推进剂的2-3倍 再加上不需要像化学火箭那样携带液氧了 剩下的大量空间都可以装上更多的液氢 够火箭持续加速好一阵子了 从而实现吧 到火星的旅程从9个月缩短到3个月 让宇航员在太空当中少受一点辐射 不过 宇宙辐射的确是能够少受一点了 但是飞船上不是也自带一些辐射吗 两者一家到底是辐射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还真不好说 的确 虽然听起来跟前者的爆炸式推进比起来温柔了很多 但是风险却没有少多少 依然还是会在发射时产生大量的核辐射 依然会面临随时变成一枚巨型原子弹的风险 尽管NASA在5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了 用核能来推动火箭是可行的方案 但是它就算摆在那儿我们谁也不敢用啊 除非用更加安全的核聚变 NASA最近发现了一种在金属固体原子件引发核聚变的方法 叫做金格约束聚变 据说能够为未来的升空探测任务提供一种全新的能源模式 传统的核聚变有两种 一种叫做惯性约束 此时的核燃料 比如刀或者穿 被激光压缩到极高的水平 然后才能在极短的纳秒计水平的时间里面发生核聚变释放出能量 另一种叫做磁约束 燃料在等离子体中被加热到温度 原高于太阳核心的温度之后才能发生核聚变反应 这两种方式 目前输入进反应堆的功率都要原高于输出的功率 而且体积庞大完全无法在航天器当中利用 但金格约束却可以在室温条件下创造出 使单个原子达到聚变融合的条件 这就非常厉害了 尽管离真正投入使用还差得很远 但是基于此的研究一定会为未来的升空探测 和新季间旅行带来新的能源解决方案 也许核动力火箭真的是很快就要呼之欲出了 好了 关于这点 你是怎么看呢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咱们多多留言来互动吧